央行宣布四年以来第一次降息 那么这将是一个辉光反照的时刻 还是一个降息周期的开始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今天早上加拿大降息的新闻 相信已经刷跑了大家的朋友圈了 那么很多官媒自媒体都在讨论 降息代表着什么 然后有什么好处坏处 在这里我们就不去讲这些 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话题了 我们更多的是着眼一下 到底未来是怎么样的走势 今天我提供一些权威机构提出的数据 然后也给出一些我自己的观点 那么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文明的在咱们的评论区 给出你自己的观点 BCREA也就是BC省地产协会 今天也是一早就发出了一个报告 我把其中的一些比较难懂的一些话题 把它刨开 我们就光说它的结论 它认为在未来的18个月里面 每一次议息都会有所下降 那么我们知道今天早上 在宣布降息之前是5% 宣布降息了之后是4.75 他认为在过未来的18个月之内 大概最后的利息会降到2.75% 这个数字大家听上去 是不是感觉很耳熟 没错在上个礼拜 我说下个礼拜一定降息的视频里面 其中有一个银行是CIBC 他认为2025年年末的时候 利息是会降到2.75% 我觉得这个地方感觉CIBC小伙伴们还是做了很多功课的 当时我在视频里还谢谢他们 如果真的能到这个数 也是给我们很多房产持有者减低了很多的压力 其实BCREA它认为最后的利率是一个range 是一个范围是2.25到3.25 要看最后的经济形势怎么样 如果非常差的话 它有可能会降得更低 如果好一些的话就可能会稍微高一点 它也是取了一个中间值2.25加3.25 然后除以2乘以除以2就是2.75了 有的时候经济学感觉也很简单 是不是 好接下来聊聊我自己的观点 我认为2024年后半年以及2025年一定是会降息的 比如说2024年后半年还有一共算上今天一共有5次降息 6月7月9月10月以及12月 我认为这5次里面可能会有一次宣布不降息 也就是说今年2024年大概是一个1% 那么央行肯定也是很鸡贼的 它就会时刻的去看你的油价 你的核心物价指数是不是能达到一个标准 只要能看到整个的inflation 就是通货膨胀趋向于利好的状态 我觉得央行绝对是乐于去降息的 关于2025年我真的是没有办法给出一个非常高瞻远瞩的 毕竟我也不是经济学家 就算是经济学家他也不敢打宝票 但是结合CABCBCRE这些权威机构的一个预测 那么我淡且说2025年年底会降到2.75% 从今天这个时刻的4.75到2.75 基本上是2% 那么像我跟大家讲的今年会降1% 包括这一次降到0.25 也就是今年还会再降0.75 那明年大概就是会降一共会降0.25% 1.25大概是0.25的5倍 因为我认为每一次减肯定只是减0.25 所以大概明年会降5次息 一共有多少次一息的日程 一共有8次 所以8次里面有5次会宣布降息 当然了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 相信很多小伙伴也会认为房价会跌 甚至利息会反弹 物价会反弹 世界会末日 但是欢迎大家还是那句话 文明的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给大家收看了 我也要赶紧去 有一个新盘在Line里要上 然后我们之后再聊天 好了感谢大家收看了 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拜拜 拜拜